他突然发现,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39岁 可工作毫无建树,生活一滩死水 更可怕的是,周围所有人似乎都在一行动告知他 你掉队了 拿着大学时前男友的勤俭,陈嘉玲还不以为然 心想是会看上这个不爱洗澡,整天打游戏的宅男 来到现场,他还略带嘲讽的嘀咕 绝对是丑女配懒男 可看到照片,陈嘉玲定在原地 同学告诉他,人家现在可赚人民币哦,赚超多的 陈嘉玲笑容凝固,暴击还在继续 看他娶谁啊 谁,哦谁,唱小美女作家 看来前男友请自己是抱当年之仇样 陈嘉玲转头,把分子钱涨到一万二 咬着牙,也不能让前男友看出自己的落魄 整场婚礼,陈嘉玲都在同学关于家庭 关于生活的唠叨中喝着闷酒 唯一开心的是,趁着酒劲 他打败一种圣女,抢到了捧花 同样是酒劲,让他在拍照环节完全没了方寸 不仅是前男友不爱洗澡 连一夜妻子这种事,他都宣扬了出来 新郎新娘脸全黑了 最终同学把他嫁出去,塞进出租车 才结束这场闹剧 车里的陈嘉玲也觉得自己可怜 人家赚人民币,人家写畅销书 自己说着什么总裁特助 刚才却是照顾老板小三,对付老板发漆的活 至于家庭,自己还没有 有的只是一个像室友一样的男友 工作生活两头糟,陈嘉玲想结婚了 想一次掏出现在的困境 但他从小就知道,结婚并不容易 那年小姑林结婚,突然说要分手 被奶奶骂得狗血喷头 连晚饭都不吃了,要直接回台中 幸好被爸爸拉住 可小姑上桌,奶奶就下桌 即便如此,小姑心意不变 第二天便要去和男友说清楚 一个人太孤单,小姑跑到学校 带上了一枚交作业 本该被老师打板子的嘉玲 逃过一劫的嘉玲,开心不已 小姑就没这么幸运了 到地方时,男友没来 来的是中间人,还有男友母亲 从对话中,嘉玲才明白 分手不是小姑的意愿 是对方家长嫌小姑30多了 年龄大 回程的车上,小姑哭得很伤心 伤心男友连最后的见面都没来 嘉玲贴心地拿出手帕 那是他不懂这些眼泪的因果缘由 但他知道人还是笑着的好 于是一路上,想方设法地逗小姑开心 小姑露出笑容后,直接回了台中 别让嘉玲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家里 要不然会被小鬼割舌头 打过勾勾的嘉玲遵守了诺言 爷爷奶奶怎么问,他都没说 但母亲一句,老师今天家访了 让嘉玲瞬间改变心意 再厉害的小鬼,也没有老妈厉害 这一招很管用 听了细节的老妈立马又向婆婆汇报 接着公公也知道了 嘉玲瞬间哭天喊地的上演了一场伦理大戏 嘉玲根本没想到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不结婚 竟然会引起如此大的混乱 甚至直接导致小姑终身一人 如今嘉玲离死时就差一步 趁着酒精拿着捧花 隔着卧室门他向男友求婚了 可说完他就哭了 爱情和婚姻无论如何都不该是这个样子 就像当年姑姑事件之后 奶奶告诉她的 有钱的和穷的你要选有钱的 帅的和丑的你要选帅的 奶奶一声叹息 爱情与婚姻的十字路口 永远不会是左边荆棘 右边坦途的 让你一目了然的选 可能荆棘地里开着花 大道坦途也有渣 让你看不清选不定 觉得这段人生太难了 但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 至少你还有得选 对大部分人来说往往没得选 就像现在的嘉玲一样 四年的男友好像没那么爱了 可不爱他又爱谁呢 好在男友给了他承诺 大克拉的钻戒 让嘉玲兴奋一早上 公司里俗不可耐的老板 咄咄逼人的后背 他也都笑着忍了 不能忍的是 下班时遇到街坊 被说成感情平淡的老夫老妻 这对将要结婚的两人 是一种侮辱 回到家他们要证明爱情之火阵亡 可找地方会工作讯息 洗澡选衣服 讲究的背后是激情的不足 一番绅士浩大的前奏后 两人都没心情进入正题了 只是他们依然不愿承认 感情淡了 第二天却选了婚纱 一般男友的母亲不请自来 节奏一下被打乱 嘉玲认为好看的都被pass 婆婆独独选了大家闺秀款 大家闺秀 太美了 哎呀太完美了 性感 又保守 这番生无可恋 一瞬间 让嘉玲回到小时候 女人对衣服的执着 不分年龄 台北的表姐来的那天 不但嘉玲穿了 她认为好看的衣服 母亲也焕然一新 甚至偷偷涂了婆婆的口红 可即使如此 嘉玲和老妈还是一败涂地 接着大姑子戴的樱桃 让嘉玲妈的西瓜不香了 表姐的英文让嘉玲出了仇 大姑姐推嘉玲这几下 嘉玲妈心禅不已 大姑姐那种大诚实的优越感 时时刻刻压着嘉玲妈 而婆婆似乎也更顺着女儿 另一边的嘉玲 奔向在体育上饮一回 结果不但输了 还崴了脚 表姐要扶她回去 嘉玲不服气地取决了 可等表姐和小偶伴去吃冰 嘉玲回家就告了状 说着表姐一直拿球丢她 才崴了脚 表姐还不管不顾地去吃冰 表姐回来时 氛围就变了 不仅是此刻的 更是整个暑假的 在相互竞争与相互拆台中 两人关系好好坏坏 另一边的大人间 完全是大姑姐压着嘉玲妈 什么都不干 但什么都要指挥 咸菜弄药重 让嘉玲妈多洗几遍 调料不健康 让嘉玲妈全扔掉 而婆婆也都附和着 这天嘉玲和表姐 切了两样的药材 被奶奶发现 两人相互指责 奶奶却只骂了嘉玲 这是嘉玲第一次顶撞奶奶 奶奶气得不心 但身后的妈妈却很开心 感觉嘉玲替自己出了气 第二天表姐家回台北 嘉玲赌气不去送 可当看到床上 表姐的礼物和道歉信 她改变心意了 小孩的情意如暴风咒语 电闪雷鸣中来去匆匆 大人的情意像绵绵细语 风平浪静中点点而生 在女儿一家走后 婆婆扭捏着 送给嘉玲妈一支口红 嘉玲妈也没有扔掉那些调料 长久的相处中 她们是互相的那场戏语 尽头对方又理解对方 但嘉玲和未来婆婆 显然还达不到这一点 好在男友江显荣 站她这边 把母亲拉走 让嘉玲自己选 接下来江显荣又带着嘉玲 去看婚房 39岁的她 终于要有自己的家了 嘉玲觉得太幸福了 嘖嘖地跑到窗前 突然发现婆婆好像也是这个小区 兴奋顿时少了一半 不出她所料 婆婆会不打招呼的 突然来访 这位是 这位是 我请来打扫的阿桑 阿桑 不是 我二媳妇 看来婆婆要深度地参与到她的生活中 光是想想 嘉玲都惊出一身冷汗 她还没有像当年母亲那样 掌握和婆婆的相处知道 夜里在被动地接受改造 改造的连男友都想叫她是妈 婚纱今天也送来了 嘉玲兴奋地打开 怎么还是婆婆选的那款 嘉玲有些受不了了 明明当时男友说了让她选 为啥最后还是妥协了婆婆呢 这份感情让她越来越疲惫 就在这时 一个帅哥进入她的生活 第一次见面 就绅士地帮她拿花 更巧的是 帅哥还是他们公司的客户 几次来访之后 帅哥拒绝老板的亲子招待 表示嘉玲代表一下就行了 有空吗 嘉玲 一瞬间重回二十岁 竟有怦然心动之感 在老板和帅哥的期待中 嘉玲挂了男友电话 这一晚仿佛逃离了 生活和工作的牢笼 像初恋的小女生 想如飞飞 睁开眼 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分别是 马克主动吻了上去 嘉玲挡住了 手上的戒指告诉她 今年三十九 马上要结婚了 回到家 嘉玲扑到江显荣 这才是他的男人 可找不到曾经那种感觉 至于什么感觉 嘉玲回想起小时候 他和同学蔡永森 帮娟姐和陈哥 送情书的情景 有时两人也会好奇地偷看 纸上香香的味道 十分好闻 上面的我爱你 十分肉麻 突然冲进屋的老妈 十分吓人 两人改变策略 以后不在家里街头了 该在大街上交换情书 每次的回报 蔡永森是两根棒棒糖 嘉玲是杯子蛋糕 像娟姐不明白嘉玲 对杯子蛋糕的爱一样 嘉玲也不明白娟姐 为什么把一封信 看十遍百遍 娟姐告诉她 恋爱时 风会变得温柔 花会变得鲜艳 树会变得葱郁 甚至你的棒棒糖 都会填上百倍 你会不自觉地想她 拥抱会觉得无比温暖 嘉玲此刻还听不懂 但棒棒糖甜百倍 确实很诱人 一段时间后 嘉玲和小伙伴 去了村中的鬼屋 蔡永森说 里面有个女人 为秦儿上吊 穿着红衣 要找抛她而去的 那个男人 这不知真假的故事 吓得小伙伴们 一哄而散 嘉玲无意间 弄丢了娟姐的秦叔 事后蔡永森 和她一起找了回来 但秦叔被雨淋湿 嘉玲放在台灯上 烤了一晚上 连最爱的生雕侠侣 都没去看 可意外的是 第二天 秦叔不翼而飞 嘉玲问妈妈 奶奶却又不敢细说 只能怯深深地 给娟姐道歉 看着嘉玲受伤的腿 娟姐不怪她 说自己再写一封就是 亲爱的阿诚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痴迷 却不能说爱你 这些倾注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最真挚爱意的话语 其实是被嘉玲的奶奶拿到 并传越整个村子 在被雨水模糊的字迹中 娟妈看到了右下角 女儿的单名 娟被父母从屋里打到屋外 抱吼着不知廉耻 把人都丢光了 嘉玲看到娟姐的惨状 那一下下 仿佛也抽在她身上 她不知所措的 哭着求身边的所有人 最后爸爸挺身而出 这一天 有两个女孩的青春 莫名失去了一块 关于自由选择爱情的那块 以娟为戒 嘉玲老少齐上阵 对嘉玲进行预防教育 嘉玲也谨遵教育 和男同学划清界限 看着娟姐家大大的瘦子 这卖的不是房子 是温柔的风 是鲜艳的花 是葱鱼的树 是娟姐所能感受到的 所有关于初恋的美好 以及嘉玲幻想的 能填上百倍的那根棒棒糖 回到39岁 也经历了几次恋爱 却并未找到那根棒棒糖 难道是人变了 咖啡加点汤 就觉得腻 其他甜品再喜欢 也一概不碰 理由是不健康 会长胖 可少年时 总觉得越甜越好 就像娟姐的那封情书 恨不得每个字都是爱 如今人到中年 是婚纱 看新房 聊结婚 多多不说爱 理由是太幼稚 还油腻 既然如此 甜从何处来 这根棒棒糖 刮单到比不上 听娟姐形容爱情时 吞口水的滋味 昨天晚上差点 跟别的男人接吻 姜显荣一下就抓住 差点两个字 差点就代表还没发生 那就不重要了 这番论述 嘉玲真是没想到 他不需要这样的大度 他宁愿姜显荣 骂他一顿 可这时 姜显荣因为刚才 勿施花生酱 过敏了 到医院后 姜显荣又突然 纠结起接吻的事 连发三问 那个男人是谁 我怎么会吃到花生酱 我是不如备选 嘉玲心思为啥 总不在一个频率 我主动坦白 你却更不相信我 下午嘉玲被老板催着上班了 姜显荣也半途中过来 先是误导了老板 老板又误以为 他是小三艾米的老公 你怎么知道叫艾米 你不要闹了 他是我老板 你跟老板惊我 乱了 完全乱了 马克及时出现 截止自己是昨晚的男人 但什么都没发生 姜显荣掐着对方就出门了 老板娘又突然查岗 外面的混乱 让他误以为嘉玲是小三 上来就是一巴掌 嘉玲终于忍不了了 回了一巴掌 陈嘉玲这一刻 觉得自己就像小鸟 又可以自由飞翔了 他内心在放烟花 但烟花结束 天空还是灰的 今年的选择到底对不对呢 他回想起小时候 奶奶放了半年的咸鱼 他想丢掉被喝汁浪费 因为奶奶有个观念 只要放冰箱 食物永远不会坏掉 第二天 奶奶还在嘉玲的便当里 放了一块 惹得全板喊臭 都跑到外面午餐 留嘉玲一个人 放学回到家 老妈和阿姨们恋恶 看到梅惠阿姨带的菜包 嘉玲大口吃起来 花音刚落 嘉玲在菜包发现了蟑螂蛋 叫来妈妈 梅惠阿姨也转向这边 妈妈一边让嘉玲别瞎说 继续吃 一边和梅惠阿姨搭话 接着又去跳舞 同时不忘示意嘉玲快吃 这一晚嘉玲没吃饭 爸爸尝了一口咸鱼 说坏掉了 奶奶还是不服气 自己拿起吃了一块说没坏 接着整盘端走 药全吃掉 一出门 他就倒掉了 自己不舍得吃 竟然给放坏了 夜里嘉玲肚子疼 奶奶觉得 是自己咸鱼的问题 第二天嘉玲还疼 妈妈觉得 是自己菜包的问题 由于爷爷不在 中午奶奶去爷宫那里 给嘉玲开了药方 嘉玲爸觉得 这药开的太猛 要给爷爷打电话 被奶奶拦住 爷宫的药 你爸从来没说不行过 你才掌柜几天 打过去 也是被骂 嘉玲爸只能按方熬药 然后端给嘉玲 半夜嘉玲肚子疼得不行 一家人慌了 送去医院 医生说 可能吃了不卫生的东西 过两天就好了 奶奶和妈妈 互相指责 是对方的问题 言语越来越激烈 我携了 我携的我靠个家 我携了 我携了枪头 齐齐对准嘉玲 只有老爸还站在嘉玲一边 让别吵了 话刚说完 嘉玲爸倒了 原来他昨天替嘉玲试了药 不过嘉玲 要比他聪明多了 不听话会被骂 听话又害自己 那就把咸鱼 扔到鬼屋 说自己吃了 菜包丢到垃圾桶 微笑着表示满足 要冲进马桶 让谁都不知道 小时候 能这样哄着大人 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 做出第三种选择 可现在自己成大人了 第三种选择 也就消失了 总不能爱说不爱 不爱说爱的 哄着自己吧 那可比小时候还笨 所以你只剩两种选择了 嘉玲选后者 不再红着自己 证实自己的感情 证实自己的人生 他拒绝了江显荣 进行准备的求婚 他要分手 江显荣摊在地上 哭着一遍遍地说 不想分手 嘉玲安慰他 不是你的错 那到底是谁的错呢 四年三个月的感情一招结束 嘉玲也会不习惯 但这份不习惯 不是因为失去爱情 只是长久在一起的一个人 突然离开的不习惯 江显荣也是一样 一对男女的组合 爱情之外的原因 要远多于爱情本身的原因 分开也同样如此 小谷被男方家拒绝 不是不爱 是年龄大 爱米给老板当小三 不是爱 是真给钱 像嘉玲和江显荣 以及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不是爱 也不是不爱 而是如奶奶所说 但现代的我们 根本没有奶奶的勇气 直面自己没得选的困境 而是自我麻痹地 换了个佛系说法 恋爱顺其自然 结婚顺其自然 婚后生活顺其自然 再延伸到工作交际 也有很多顺其自然 但如果你仔细看 顺其自然的背后 赫然刻着 无能为力四个字 这就是中年之困 你要说怎么解决 或许如嘉玲般 将这道没得选的题目 划掉 再重新出题 也不是一个办法 嘉玲休息几天后 开始了重新找工作